我沒有刻意立憶今天是母親自遂 所以訊息未必說是很直接的 不要緊 不要緊 不過你要冷是一定冷到的 生死之間 那題目都好像有些什麼 認真問大家有沒有一些很深的憂慮 我想我們基督徒都要誠實 我們說基督徒沒有憂慮就騙人 一定不會 你睜開眼睛 你其實知道的 你睡覺前最下刻在想什麼 睜開眼睛一下想什麼 那樣東西通常就是你最大的關懷 而你最大的關懷 但是往往可能就是一些憂慮 昨天我都說新聞 我現在不太想看 不太想看 你昨天不要看 聽一下感覺 真是知道什麼是天下大亂 我不知道你心裡會看到這樣的局勢 你看到新聞 大有大打 就是中美 厘地過 就是遠地過 近地過 近地過 再不對 如果網友都說得不清楚 可能是你家裡 都是一致 有不同的問題 你公司又在打 你身邊的也在打 天下大亂 你說我們心裡沒有憂慮 這個不是很誠實 這個不是真的 一定有的 不过不知你忧虑的是什么 例如你见到今天的立法会 或者中美之间或者世界局势 这么多纷纷摇摇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知道每个人很诚实 每个人的担心层次会不同 也不需要简单说 你怎样担心才是对 才是错 才是什么 很简单 今天母亲节目一能就能得很容易 如果你做母亲或者做爸爸 面对一个今天这么纷乱的世界 这么混乱的香港的局面之夜撤雷 你可能最担心的是你的下一代 你会问将来的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长大之后就要面对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我也受不了 他们长大之后会怎样呢 我知道有些人 例如立法会那些混乱 他很简单 人和此心 很容易明白 其实你也不要怎么说怪责什么 譬如一路吵 吵到有很多拨款 很多工程 一路不能发现 如果你不是某个圈子的人 就不觉到 但如果你是所谓工程界 你是做地盘 你就会很有感觉 因为它在影响你的饭碗 影响你的饭碗 其实就是影响你的下一代 因为你要养孩子 你会有很多担心的 他会用它的层次 它的角度去担心 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明白吗 利益瓜葛不同 自然就有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说一个天这么大的理想 但它很实际的就是饭碗 你什么影响什么错都说不清楚 总之就是这样 他有小朋友 他一定会为小朋友想 他就会那些忧虑 所以你明白 香港有这么多人移民 这么多人走 就是他觉得 不为自己想得为下一代 这些忧虑 我们很多担心 不过我想 我们如果诚实 作为僵徒 我们不是没有忧虑 我们有的 甚至乎刚才那些忧虑 我都不会觉得你这样层次低 这样叫做世俗 我觉得都很正常 做父母担心子女 都很正常的事情 你做那一项 担心那一项 前景不明 比如说中美 你担心你做出入口的 影响你的生意 甚至影响你的业绩 甚至影响你的公司 甚至影响你的公司 你的工作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说它对是错 都是正常 都是人之常情 但我们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 你明白吗 做基督徒有时要 要变态 知道吗 什么叫变态 就是你要忧虑一些 别人不忧虑的东西 你要放低一些 别人对忧虑的东西 那叫做变态 就是你要不正常 如果你也是正常 那其实你相信耶稣 要做什么 你相信耶稣 就要有一些不正常 不正常地和别人不同 基督徒不是没有忧虑 而且我们忧虑的层次 会和别人有些不同 我们不需要过分 就是很道德高位 去批判其他人 说他忧虑得不对 或者没有 或者没有level 就是不需要这样 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会担心 有一些很低层次的东西 一样你上街都会害怕他 我们都会担心那些东西 你有哪里痛 你都会立即很害怕 有什么事就会去验 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人 都是担心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 应该有一些不同 就是我们忧虑的层次 起码有些跟人不同 生死之间 生死之间我想说的是 基督徒 顾念生死的时候 我们是有些不同的眼界 我今天想透过保罗 保罗是很特别的 但我希望最后 你不会觉得保罗特别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是个小保罗 有小小似保罗 他对生死的各不同 和我们平常是很不同 甚至有时我们做基督徒 未必很理解到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 怎样看生死 怎样看真正要忧虑 或者不要忧虑的东西 是怎样判别出来 我们棋个桃子好吗 好 好 我想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明白 什么是真正需要忧虑 至少你说过 我们不能用思虑 只受数多假一刻 这个世界很多忧虑不是假 不过我们不会因为忧虑 改变到任何东西 但有些忧虑 是真的需要 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没有那些真实的 应该的忧虑 就是那个真正的患难 真正的真正可怕的结果 就会临到我们 是你帮助我们 我们要选择 要懂得为当忧的东西来忧 为不当忧的东西来忧虑 将它放低 你帮助我们 不容易的东西 特别来教导我们 听我们祷告奉主明 对吗 好 今天是经文 《使徒行传》 二十章七到十二节 你就这样看 好像很短 七到十二节 都很好笑的经文 我讲到一定会上下文 有很多东西 不过没办法仔细读 只要有人带来说 不过这段经文 大家都一起帮我读了它 好吗 《使徒行传》二十章七到十二节 一二三 七日极其一日 我们聚会下的女床头 很久因为要次日气暗 就与他们讲论 直到老半夜 我们聚会的马座楼上 有好些灯灯 有一个少年人 名标咒俱虎 坐在窗台上 跟着十十岁 普罗讲要到此 少年人熟睡了 就从三十九上标打他 扶起他流 已经死掉 普罗下去 服在他身上 吐着刺 你们不要拍拖 太灵魂挂在身上 普罗又上去 怕病 吃掉 吓论去朽 直到天亮 且来酒了 有一把纳同志 活活地留下 不敌方位不少 好 这段经文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重点在哪 人很有趣 给同一段经文 同一段生物 你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为是任你来看的 你什么都看得出来 这个人看到那些 那个人看到那些 一段圣经 大家看到什么 我坦白说 读圣经 读不读任何东西都一样 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看上文下来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看的 任何东西都不能够 只是抽一句出来 拿个字眼出来 就去解释 这是很危险的 不要说解经 解释新闻都不行 新闻你都不要拿别人一句 就讲新闻 都不行 你不可以找一个片段 你不可以找一张照片去说话 你不可以 你不知前文后来 你明白 这个摸下去 摸匀了 究竟是他摸匀 还是他摸匀 有很多东西 前人后 前人后理 后果要看的 你不可以再看一个变断 你就判断这件事是怎样 我都不知道 这段经文呢 我听过了 主要记名的人有两个 一个就是保罗 一个就是摸死那个 有推股 表面看就是一个 一个传道人港道 就摸死了那个信徒事件 如果放在今天里面 都应该是头条 头条 一个传道人港道 有个人滚下 摸下去摸死了 你知道今天的人 很喜欢网络公审 很多人的 其实真的很多人的 人人都是法官 有很多人会骂 你认真问 放在网上 那些人会骂邮推股 还是骂保罗 保罗 保罗 你明白吗 就是你 你讲道 讲到半夜 是不是不对 讲到半夜 你讲什么道士 要讲这么久 第二 设定又坏了 三楼 危险地方 坐这么多人 又没有走火通道 还点了油灯 你知道 古代点灯点油灯 油灯会烧了氧气 烧了氧气之后 会很眼眶的 整个环境是很焗的 很焗又夜 灯光又暗 是不是想睡觉 其实会睡觉很正常 其实 我觉得也有推高 睡觉很正常 当然有些人 有些老一辈的传導人 会骂他 你不应该坐个窗台 危险 有些熟灵的解经 就是说 你站在危险边 自己拿来 老一辈的传導人 有些会这样说 不然现在也不会 现在的压倒性会帮些小的 你明白吗 现在是会同情一些弱小的 帮些小的 怎样都是保罗需的 你讲到讲这么久 那个环境 你又不调光一些灯 又不搞好一些方方之如处 然后就跌死个人 还不是你不对 不过感也未够 最不对的是什么 你看看一件事 他人跌下去 死了 死了 那就保罗下去 就在你身上 下面 就说他灵魂还在 灵魂还在 灵魂还在 即是还未死 保罗说他还未死 保罗说他还未死 然后他再上楼 继续说 继续说 游推股醒了未 未 你一定要记得是未 为何未呢 是讲完道 那些人才拿回 醒了的游推股来 搞清楚 不是保罗下去 整醒了他 然后就又讲到 没有这样的事 他是仍然死的 而且只是保罗一个人 说他还未死 全场人都判定他是死的 你知死路加方 那个人是医生来的 路加医生 知道吗 路加医生 路加医生 用医生眼光判定 这个人其实死了 是保罗说他还未死 保罗说他还未死 你跟着人说 我拖他在一边 或者在房间放在那里 上楼继续说 你明白吗 如果保罗时候 有Facebook 第二天 Facebook被人洗牌 你很厌明 你今天去看看 今天在这里 我说在那里 或者有个弟兄姊妹 暈倒在那里 不知道中风 还是什么 暈倒在那里 认真说 大哥会怎样做 第一件事 一定立即中断崇拜 中断崇拜 叫车 然后一群人围着他 有些会急救 之类的 搞完 如果他醒了 都好些 不过会不会继续崇拜 都很难说 都很难说 如果他直接不醒 最大可能是 一部分跟他去医院 另一部分 可以叫他去 变成祈祷会 就是围着那个人 做中心的祈祷会 那全都人说到哪里 就算了 说到半支半就收了 然后 剩下的全部 就变成 用那个 那个人做中心的 一个 不知什么 聚会 然后一群人跟上去 我们用今天的观点 我估计大家 不会觉得这样有问题 大家可能觉得这样还很好 很有爱心 很人道 很应该 你反过来 不是这样做 你就死了 你还继续广道 什么 那你就 你就 不断打 你也应该 我不知大家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 是很有问题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人本主义 今天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年代 我们很看人 用人做中心 甚至用人的感觉做中心 大家很容易明白 如果有个人暈了 还没醒 甚至不知道是否死了 其他人就会觉得 我们没有心情听到 我们现在就只是关心那个人 或者什么 我们没有心情 没有听听其他东西 那你和我处理了 安抚了的情绪 搞些什么 我们要处理了情绪 搞定了那些人的感觉 你才可以再做其他东西 我们今天整个世界 文化都是这样 我觉得直接 很大程度上 其实教会也是 我们要用很多精力 去安抚人的感觉 要安抚人 老实说 你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呢 做牧者去安抚人 很正确 安抚了你的感觉 那你就安抚了 安抚了人 去安抚你 去哄你 舒服点 是什么 但我有时候会问 一个牧者 真的要做的是什么 他是不是要帮你处理你的感觉 第一件事 你知人的感觉 是永远处理不完的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 是会被冲惯的 是冲到我们的感觉 是很放肆的 是很放肆的 我一定要跟着我的感觉 你不把我的感觉 就不会理你 大家明白 我们今天感觉不好 可以不上班 其实感觉不好 不上班 感觉不好 可以不上班 那些我普遍 感觉不好 更加不要读经 我的情绪不是 很大事 我们今天要跟着我们的情绪走 要安抚了那些情绪 我们才正经肯做些事情 要不然我就会坐在那里 发忙 或者在那里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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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保罗 保罗很不同 其实当时油推股还没醒 其实真的死了想 你看到他没有走去安抚人的情绪 没有 想去继续追悟 刚才说到那里 继续追悟 说到那里 继续追悟 做什么 保罗知道一件事 道 道是多重要 道是多重要 目者的责任 不是安抚你那一刻 一时一刻的感觉 目者的责任 是将上帝的道 放在你生里面 救你一世 将上帝的道打在生里面 一生一世 生死之间 游推股就算真的跌死也好 如果他是信主 他就回天家 如果你的道不在你生命里面 不是真的落地生根 扎得稳定的话 将来你离开了上帝的话 你就是永远的死 那就不是游推股这样死 是被审判被灭亡的死 这个才致命 保罗知道 他要救的是这个永恒的生死 不是那一剎那 那个感觉 或者只是那个人的生死 为什么保罗咬得这么厉害 因为保罗知道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 远比一个人的感觉 或者那一刻的死 严重无限倍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保罗要这么执着 一定要继续说 而且你看到前面后 保罗执着的很重要 这个其实不是很坏 我们今天的心灵 我们今天真的跟不上 保罗是很硬的人 很硬 你看看他 他如何执着 刚才也说过 新日的第一日 聚会他已经说到半夜 为什么说到半夜 因为前面有一句 因为次日要起行 第二日要走 保罗似乎有些说不完的话 很想在他离开之前 说完他 似乎他有些感觉 好像他没有机会再回来 说完这次就没有了 这次一定要什么都说完 要不然就好像对他们不住 一定要说完 如果你再看看 保罗之后的行程 看到保罗的心神仿佛 你觉得很奇怪 第十三节 他上船 去到阿索 意思是要 保罗叫其他人上船 先去阿索这个地方 然后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保罗是这样安排 他自己就打算暴行 你觉得有些奇怪 保罗叫那些同行的人 先上船 去前一个站 阿索等他 然后保罗说什么 我要走去 真是好玩 有船坐去走去 我们一定要摆回当时的观念 当时的船是超级慢的 超级慢的 还要看风 是很慢 还要沿着弯 即是岸边走 不可以走直线的 大部分是走直线的 所以他一定要走路 如果阿索 即是由保罗所在的地方 走去阿索 是可以在一条直线走 那船是要向岸边走 陆路反而可以走近的直线 保罗很明显就是说 你们先上船 那船就不可以脱 而保罗想走下去 因为走路比坐船快 当时来说 走路比坐船快 那是什么意思 即是保罗想继续留在特朗亚 还有话说 你只得个解释 保罗想再留在特朗亚 还有些话未说完 要先说 叫些人先走 然后我一会赶过来追你们 追到的 那你说 昨晚说了一晚 接着说到天亮的话 够了 保罗还未能 还有话说 他还要留下 还有话说 好了 接着去到 去到阿索回合 上船 去到米特尼亚 一路那里开船 一路去到基亚等等 一路几个站 接着去到米尼都 接着又怪了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 越过以复所 免得阿世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不不得五旬节 能到耶路撒冷去 当时保罗 其实就是刚刚离开了 之前离开了 希腊半岛 即是所谓亚该亚该亚该 那一大 亚该亚该亚该 跟着就下去 他就经过这个 刚才说的 特朗亚 然后一路一站站去 最终他是要上回耶路撒冷 赶在五旬节之前 回到耶路撒冷 五旬节 因为有大节期 会有很多犹太人 保罗想尽快将一些所谓的捐行 连同一帮在周围各地的顶召 带到去 去跟当地耶路撒冷的顶召会见面 去结交他们的关系 去交代那些捐款等等的问题 保罗想在五旬节赶去 那我说赶时间你就赶时间 那你就赶了 但你发觉前面 你变成保罗一直是 大家知道什么叫三步一回头 你又赶时间 但他又拖拖拉拉 但一个拖拉已经有了 前面第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 保罗在那里抹饼睡会 再前一句 你看第六节 第五天保罗去到特朗亚 跟他们会面 住了七日 保罗一面说赶时间 但特朗亚特意要等七日 等七日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等到主日 因为他去到那天 刚刚过了主日 过了崇拜 你明白以前的人住得很远 加上没有WhatsApp 你要通知人来聚会 是没有通知的 你要等下一个礼拜 保罗赶时间得来 特朗亚等了一个礼拜 为了等下一个崇拜的聚会 就是有事从中来的交代 接着讲到天黑 接着讲到天国 然后还要留多一阵 还要说 好 接着去到米尼都 去到米尼都很怪 保罗本来说他要越过乙匹索 保罗不停乙匹索的原因 就不想在阿西亚担言 因为乙匹索他做了两年事工 他会吃很多人 他怕那里 中国人吃饭都会拖他一个礼拜 他不想在那里担言太久 因为想赶去 赶及时间去耶路撒冷 于是去到米尼都 想着快点越过乙匹索 但我很怪 接着保罗又搞事了 十七日 保罗从米尼都打法人往乙匹索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保罗不停乙匹索的原因 正正就是他知道他乙匹索 认识太多人 他那里一停就可能又不知过多久 他就停了米尼都 想着就过了 pass了他 去到米尼都 他的心就啰啰乱 啰啰乱 他又要派人走去乙匹索 叫那帮长老过来 那么烦呢 是不是麻烦呢 妈妈的性格就是这样 说不好又好 真的烦 一时也不 叫那些长老过来 接着跟他们说了一段 其实挺悲情的说话 我觉得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悲情的说话 你约来看看保罗说什么 你看看第十八节 他来到保罗就说 我说你是知道 自同我到阿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事主凡是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被毁 不和你们说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深深逼切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会在那里遇到什么 但知道圣灵在各地 透过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式和我说 会有捆锁患难等我 但我却不以圣命为念 亦不看为宝贵 只要走完我的路程 承奏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 即使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听不听下去 全是围捉 即保罗好像盘死了 我去了就死了 回不了来 这次是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 有什么都要说 说出来 接着说什么呢 第25节继续说 我数上像 你们中间往来 全港上帝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见不到我 真的觉得自己会死 所以我今天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上帝的旨意 我没有一样被毁 不传给你们的 我不知道 有个传统是这样跟你说 你有什么感觉 我跟他说 从今以后 你死也不关我事 死也不关我事 因为关系你生死祸福的事 我已经说了给你听 我说了给你听 我说了给你听 还没说 我今天也说了 从今以后 你死也不关我事 很久是这样说的 罪不在我身上 我都挡住 为什么要去到那么尽 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 你死也不关我 圣灵立你们 那些奖务 作全群的监督 你要谨慎 也都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他的血买回来的 然后保罗说话 我知道 我走之后 必有空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当中 不外式羊群 就是你们当中 也会有人起来说 拨谋实话 引誘门徒跟从他们 那些 保罗说得很尽 为什么保罗去到那么尽 因为保罗 直接说 我知道 我走之后 会有人造反 甚至是你们当中 有人起来造反 去引誘人 跟随他们 说得这么尽 你们当中 是否指的是那群长老 可能是 亦都可能说 未必是直接那群长老 是那群长老身边 背后的一些人 因为他们属于不同教会 会有人起来造反 为什么保罗说得这么尽 这个很明显 跟他的经历有关 你明白一个人 经历过 体会过 原来 无论你牧养了多久的教会 说作反就是作反的 他下面说的 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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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句 很怪的 第33节 他说 我未曾贪图 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上公甘 我和同人的虽幼者 是你们知道的 说到尾尾 有几句很怪的说话 他吩咐这群长老 要好自为之 什么都交代给你们 要好自为之 然后还说了一句说话 我从来没有骗过人一个 为什么说他这样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们 你们知道的 大家懂得听说话 听人说话 你不要只听他说了什么 你要听他想说什么 一个人说一句说话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一个人说一句说话 我没有骗过你 一个人说一句说话 我没有骗过你 那就是言爱之音 就是有人说他骗人 听得明白 有人说他是骗人 是骗子 他才需要澄清说我没有 那谁说保罗骗人 那我们描后一点 那我们描后一点 如果你看回经文上下文 我刚才说了 没办法详细说 就是保罗之前那些 神秘广告的行动 是他刚刚离开 所谓希腊半渡阿哥亚 而阿哥亚其实只有一间教会 保罗亲手建立的哥云多 我们是在哥云多后书 哥云多后书 第十四节 对不起 第十二章 哥云多后书 十二章十四节 哥云多后书 后书 十二章十四节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哪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而你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又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 废财废灵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 我是鬼诈 用心计劳聋你们 我所猜到你们哪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 佔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哪里去 又猜哪位弟兄与他同去 提多佔过你们的便宜吗 看到吗 原来当时保罗他派提多一帮弟兄去不同的教会 包括哥伯多去筹款 筹款做什么呢 他想着带些捐款 拿去耶路撒冷去救借耶路撒冷那些比较穷困的弟兄姐妹 一方面是帮助他们 一方面是建立不同教会的那个关系 建立一种教会一家的那种的关系 他没有想到大家知道什么叫小人之手 过不多人竟然有人说保罗是来骗钱 骗钱 为什么他们说保罗来骗钱呢 这个世界真是把口在别人那里 一点讲都可以 原来保罗去到过不多教会的时候 他坚持一样东西 不收钱 当时很多所谓学者周围去讲学是收钱的 还收得很贵 以收得贵为名 为荣 等于补习社那些天皇 收得便宜就是没了道 收得贵才行 收得贵为荣 但是保罗决定不收钱 不想在哥伯多教会身上拿钱 他直到说如果真的不够钱 其他教会 包括以不所的教会去供应他 他没有在哥伯多教会身上拿过一毛钱 他就是这样 在哥伯多事奉了一年半 是他侍奉生涯里面几乎放得最多时间 下去一家教会 他一手栽培提携的哥伯多教会 一年半后他离开了 离开了 后来去到叶不索 去到叶不索的时候他辰转 听到很多关于哥伯多教会出的问题 但你慢慢看哥伯多前书 很多问题 包括淫乱的问题 包括作反 很多问题 总之在看哥伯多前书 保罗心里面很多担心 于是保罗再去了哥伯多教会一次 圣经没有直接提到那一次的情况 不过肯定那一次是不欢而生 怎样看到呢 你看 哥伯多后书的最后那张 十三张 十三张 第一次 他说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厚作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话 就是对哪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在来必不欢容 保罗第一次去 就是去到当 第一次就是主耶稣分配那里建立教会 那一次第一次 后来他在耳不索 听闻那个教会 出现很多问题 他去了一次 那一次是炒业的 炒业的 那一次是反了面的 你想想什么 反了面 然后这次是第三次 保罗很担心 第三次去都是反面收场 于是他派了提多 接着他还写了信 写了信去 你说安领也好 提醒他 叫他们好自为之 我正在来 我现在第三次来 我希望这次来 不会出事 希望这次来 大家可以谈谈 大家会和好 但是圣经没有直接说 这次第三次会面的结果是如何 不过你看回刚才 《士图行专》第二十章的前文后 你会感觉到 他气氛是很差的 好像中美和谈 气氛是很差的 你看到的 你看到保罗的说话 语调 行径 你看到 他离开了希腊之后 就是离开了多么多之后 人是心神仿佛的 看得出的 保罗知道 担心什么 以不所 曾经他用过最多心机的地方 最多血汗的地方 行转面就作反 这样解释一下 为何《哥伦多教会》 会那么容易作反 那么容易作反 保罗事共过很多教会 都没有那么差 有些教会 保罗只是停了两个礼拜 几个礼拜 你看肥立比那些 很短时间 但那些都听话 为何《哥伦多》 你懂得最多心机的 反而最作反 挺容易明白 《哥伦多教会》 是很现代化的教会 很现代化的教会 什么是现代化 说民主 自由 人权 其实很现代 为何 《哥伦多》 在旁边就是希腊 就是雅典 雅典 雅典就是希腊文化中心 《哥伦多》 人是吸收了大量的希腊文化 再加上他有钱 有钱就财大气粗 即完全是现代人的嘴链 保罗最担心的就是 当时的世界那些文化 就是侵入了教会里面 而《哥伦多》 因为在文化树柳的中心 就是中招中毒中得最深 你传他多少度都好 转头他影都没有了 转头都掉了 你看到《哥伦多》 他们又不信復活 不信这样不信那样 不信那样 全部闪了 因为他把世界的东西全部吸收下去 隔壁就是雅典城 把雅典城的雅典文化全部扔掉 然后保罗说了多少 保罗很担心 很担心第二间教会 做过不多的福祉 所以每一道 他死都再说一次 然后都说我说完了 我说完这次 怕有什么脱漏都再说完 从今以后 真的死都不关我的事 这些说话说得很沉重 但是你要回来看 保罗经历的也是很沉重 生死之间 死过人 肉身的死 其实是很小事 信仰的死 心灵的死 才是致命 而信仰的死 为何是死的 很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世界的东西吃到肚 不知不觉 上帝的东西全部都扔掉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我说了一点 江文当教会 你看一看 你不要看表面 你不知道其实是什么问题 但是你看看江文当前宣 你看看江文当前宣 你看看江文当教会 你随手数数到那些问题 而且那些问题 完全现代化 你把它想成一个现代城市 就完全明白了 你看江文当教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 保罗提的就是第一章十节 前书 前书 一章十节 讲到他们 保罗提他们 不要分党 要一三分二 因为有些人就说 我是阿波罗的 我是保罗的 我是基法的 分门别类 分党分派 你看到 今天立法会都明白 分党 全世界都是分党 不同党派 党里面 党里面再有分党 党里面有党 总之就连七八宗 分党分派 大家知道是什么心态 为什么现代人 我们这么喜欢分党分派 分党分派的前置就是来着 每个人都觉得我要有say 我有我的看法 我要有我的say 我要有我的表达 就是简单来说 我要有我的存在感 你知道做反对派其实很容易的 反对派是一个心理状态 什么叫反对派 我反对你就是表现我有存在 我同意你就不要存在 知道吗 我反对你就存在 我们中心做反对派 什么都反对 是有反对 不是有反对 多不多人很现代人 即是基本上 你当是现代人一样 他们觉得要自己有say 的 即是如果保罗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觉得这样是很普遍的 于是他觉得我要分别 为什么有些说阿波罗 有什么 他觉得有得选 新普选有得选 在不同里面 这种是对自己 一种自我存在感的一种 失拗 其实 你看下面 第五章 对不起 第五章 这个也是出名的 江洪多教育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 封闻上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他说这样的淫乱 外邦人都没有那么夸张 他说你们有人收了个继母 你们还自高自大 但是并不哀抗 把行者舍得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这个讲 留意 保罗不只是指责他们当中 犯了一件淫乱的事 保罗在骂的是 他们还自高自大 即是他觉得没有东西 大家明白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就是说 这些是 我们用今天言语 就是说 这些是个人责 大家明白 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 就是说 我又没有影响人 我又没有什么 这个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 你明白 过不多人是受雅电的个人主义影响很深 其实就是现代人 你把他摆入现代人就完全明白了 就是现代心灵的思维方式 这些是个人选择 不应该干涉人 我们今天说他没有伤害其他人 就是说 他没有伤害其他人 他两个理程很远 不要犯罪 这样犯罪呢 好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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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如果你想清楚 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前书出现爱之篇 你要这么想 为什么不在肥立比书出现这一张经文 为什么不在理不所席其他书卷出现 要在哥林多前书出现这样的经文 你看回上文 我们平时讲的爱之篇 我们就不要了一到三节 我们就爱是恒久忍耐就算了 开波 我们不理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其实是个前节 为什么保来要讲第四节后面的东西呢 就因为出现第一到三节的问题 你要明白 我刚才一直说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很自我主义 很个人主义 很世俗主义的教会 但你就不要以为 世俗主义的教会就不会属灵 不是这样的 世俗主义的教会可以很属灵 还可以超级属灵 因为他有钱 他有钱 可以建一间教堂出来的 可以建到上天都可以 可以搞很多慈善活动 可以很铺张 就是他的慈善可以做到很铺张 所以你不要以为 那个教会 有一间世俗教会 就不会做一些熟灵的活动 说他可以很熟灵 熟灵到底呢 就是保罗正经讲 他们可以讲万人的方言 可以讲天使的话语 接着他们又可以 好像先知那样讲到 可以讲很多奥秘 还可以有存秘的信 还可以周制穷人 甚至死计身 叫人分析捐很多钱 他们做到的 你不要以为江湖教会 不做这些事 他做很多些事 不过保罗说 却门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一个人可以捐很多钱 可以建一间大教堂 可以做很多表面很熟灵 很虔诚的事 他可以无爱 无爱都做得这么多事 接着人说 接着人说 爱是什么 行狗忍耐 又有恩慈 不疾度 不自发 不张托 不作害羞的事 不够自己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自喜半振力 凡自包容凡自相产 凡自盼望凡自盼望 凡自隐郎 爱是这些事 你比较一下 前面讲那些爱是什么 是周振穷人 死计身 叫人焚烧 真厉害 可以讲各样的奥秘 前面那些爱是很花费的 见不见 是很花费的 是可以敲锣打鼓的 是可以做在人面前的 是可以现世就有涨声的 其实是很难度的 你做好事就立即有涨声 有什么难的 其实是你赚到的 但是你想想什么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你回家看下你儿子 看下你老婆 看下你老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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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他一世 忍耐他一世 这就是爱 这是很辛苦的爱 你未必有涨声 你以为你忍耐人 人就会有涨声 你忍耐你拿来的底 自己拿来的底 但保华 这就是爱 你明白吗 哥伯多教会 是一间很喜欢出风头的教会 他连熟灵的东西都是很风头的 很把握 但保华说不是那些东西 爱是忍耐 是包容 是相信 是怕爱 是很低调的 很低调的 那些就是爱 所以你才明白 为什么爱之天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哥伯多教会的人 可以做很多很高调的爱 他是不会做低调的爱 因为他们是一些很明显 很现代人的世界观 总之 总之我做完之后 要挂个招牌出来 但保华说不是这样 如果在前后就知道 很多人 他很多事情表面很熟灵 但那些熟灵 全部过火位 全部是用来 原谅什么 他们做什么 他们直接说到 那些 怎么说 那些摆偶掌的东西 没所谓 保华说 你知道是一件事 但你就不要扛街当行 因为有些软弱的弟兄 他不知道你做什么 他以为进去可以拜得偶像 他会软弱 即是你的熟灵 判到他的软弱 就是你害了他 即是你可以 多熟灵都好 但你高还高 你都要奏回去 奏回不同人的生命 奏回不同人的生命 还有一道 我不要详细说 就是 很多教会的人知道 他们不信復活 就是十五章 保罗说寄传復活的东西 耶稣要復活 为什么 你当中有人说没有復活的事 不相信復活 我们刚刚过了 有没有居留復活节 但你知不知道 其实復活 在 我们今天可以除了说 在保罗或者新药年代 復活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 这些人来的 很多教会的人 为什么不信復活 如果新入圣经 你细心底 新入圣经里有三班人 是很高调地不分 他们不止不信復活 是要很高调 第一批就是撒都该人 封书讲到什么 撒都该人去问耶稣一堆东西 他说哪有復活的东西 圣经形容他们很怪 说他们 尚不尚 他们不信復活 还要尚不尚 和人说我们是不信復活的 他们不信復活 是一个招牌 是一个品牌 不信復活代表高级 第二批高调不信復活的人 就是保罗去到雅典 传福康的时候 那些雅典的人笑保罗 说些復活这样的东西 帮保罗说復活的时候 他们笑保罗说这样的东西 接着雅典隔离的就是 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 那你就明定 很多人不信復活 不信復活 因为他们当时的文化世界很简单 信復活是些无知的人才信的 我们那些高等的人 就是上流社会的人 甚至那些有学民的人 不会信这么迷信的东西 这些是一些质人 没有智慧的人才信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们很深受希腊文化 是上流文化 上等的文化影响 他们觉得我们要信高层次的东西 你们这些港部部 这些是质人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 你明白 就是 那么多人 他们受这个世界的分野 是很重的 重到那个地方 保罗连贯的心机 一走一转 他们就散了 散了 散了 有时候 我觉得是真的 大家 大家 都很厌明的 传道人也好 你 你 爸爸妈妈也好 你的老师也好 其实我们说几多东西 都不够你的朋友 那么有说服你 你想Facebook 进了个什么国 那个国就会主导你的思维 所以其实 真实的世界就是 你身边的那群PEER 那个澎贵 那个社区 那个环境的影响力 是压倒成的 保罗连贯的功夫 走着面 他挤你就是雅典 雅典的文化 那个感业力 是很强的 是很强的 一来 你真是散了 你不是咬到 确实是散了 的